大家好,我是熊猫的媳妇萌猫 随着互联网不断的迭代升级 随着最近区块链技术越来越家喻户晓 随着元宇宙的话题热度不减 你一定听说过Web 3.0这个概念 那么今天萌猫就想跟你一起来聊聊 到底什么是Web 3.0 本视频内容仅代表个人观点 不作为任何投资建议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内容 记得点击关注 打开小铃铛 第一时间收到更新提醒哦 好,那么Web 3.0到底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就是去中心化的互联网 那要想知道Web 3.0对于未来意味着什么 就好比说你要买一台新的iPhone 13 你就得知道iPhone 13对于iPhone 12 到底有哪些更新和改进 所以说呢,了解Web 3.0 咱们就得了解了解什么是Web 1.0,Web 2.0 要知道如今看似繁荣的互联网啊 实际上从诞生至今 也就才40年左右 Web 1.0时代可以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 Web 1.0的时代呢 可以说是门户网站的时代 它的主要应用就是搜狐 雅虎谷歌这些门户网站 当然还有我们的电子邮件 也是属于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的特征是什么呢 就是内容创作者主要是这些门户网站 我们则都是被动接受信息的个体 网民 在Web 1.0的时代 你想要出名 那就得靠这些网站给你曝光 给你流量才行 后来随着时代进步呢 Web 2.0的时代诞生了 Web 2.0和Web 1.0 有什么区别呢 主要就是内容的创作形式 由中心化的创作形式 变成了去中心化的创作形式 在Web 2.0时代 个人也就是网民 成了最大的内容创作来源 你就比如说现在特伙的抖音 还有推特呀 还有咱们的YouTube 这些都是Web 2.0时代下的产物 可是你要知道 目前的互联网Web 2.0时代 我们的网络身份数据信息 实际上都是属于互联网巨头公司的 比如这些苹果 亚马逊 谷歌 阿里巴巴 等等 这些巨头公司 每天收集大量的用户信息 利用这些信息赚的是盆满钵满 而我们作为提供数据信息的用户 大多数人是一分钱都得不到的 而且可能还要承担着 个人隐私信息被泄露的风险 好了 那么照此推演下去 那1.0 2.0 你觉得到了3.0 应该演变成什么样呢 没错 聪明的你会发现 互联网的进化 就是越来越把权力释放给个人 说白了 朝全面的去中心化迈进 你看啊 这个Web 2.0 只是内容形式去中心化 所以Web 3.0会是什么样呢 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 主宰自己的数据信息呢 你比如说 在隐私被保障的前提下 我们能否自己决定自己的信息 是否可以被别人或公司收集使用 并且信息一旦被我们授权使用 就能得到直接的分红收益 具体来说呢 你比如现在 YouTube的视频获得了多少推送曝光 还是平台根据它的算法给你的 你的内容合不合规定 是不是要被删除或者禁播 也是他们说的算 你赚多少钱 点击量是多少 都是他们给你的数据 你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内容的真实价值和真实数据 也就是说 仍然存在着很多不公平不透明的地方 说白了 内容创作者的这个小命呢 还是掌握在这些大平台手里啊 所以呢 归根结底 Web3要解决一个归属性的问题 谁真正拥有你的数据 Web3.0的特点就是 以后内容创作者的数据内容 都是存放在去中心化的服务器上的 那是一套区块链的系统 没有任何人能真正拥有它 是一个共智共建共享的系统 到那个时候 你就能真正对你的数据拥有所有权 所以Web3.0的时代是非常值得憧憬的 也是具有画时代意义的 现在你了解了什么是Web3 那么Web3未来的发展方向 又包含了哪些概念呢 首先一个就是DAO 翻译成中文叫做去中心化自治组织 DAO呢 是一个成员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在线的自治社区 社区的管理是基于成员之间的共识 而不是某个中心化的领导团体 类比于现实世界的公司 以及公司和人之间的关系 区别呢 只是把所有规则的执行 写成了智能合约 放在区块链上进行链上治理 用代码执行 代替基于信任的人为执行 最大程度提高了旅行合约的效率 第二个就是呢 Define Decentralized Finance 也就是去中心化金融 指的是使用去中心化的应用 从事例如存钱贷款交易等金融活动 好了 那到底什么是去中心化应用呢 就是用代码编写一系列智能合约 这些合约通常也被称为协议 发布于区块链上的智能合约 和我们平时看到的应用程序 或合同不同之处就在于 这些去中心化的应用 一旦发布到链上 是不可以篡改的 合约升级的情况可能也会发生 但必须得到大部分节点的认同 因此一定程度上 也就避免了恶意行为者 试图的破坏以及操控 比如说哈 在比特币出现之前 数字支付需要依赖中心化的记录保存者 就像我们在银行开个账户 里面的数字实际上 并不是我们实际拥有的价值 而是我们存放等价货币在银行 银行给你显示一条记录 当你向他人发去转账的时候呢 银行通过他的方式 验证了是你本人 然后就进行操作 将对方的账户 加在你相应减去的这个数字 这个过程的安全与可靠性 取决于该中心化机构 是否得到信任 比如说银行倒闭了 那那会很可能面临损失 而区块链的点对点支付 无需任何中心化机构 当你的钱包地址 向另一个地址发起一笔转账 在使用你的私钥对这笔交易 进行签名之后 只需要部分节点 确认这笔交易合法 并向周围节点发出广播 即视作完成了这笔转账 他的低手续费 近时时完成无边界易获取点对点 使这个技术在日常使用与商业活动当中 具有极高的使用价值 那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经常听说的 NFT和GameFi和SocialFi NFT呢就是非同质化代币 指的是任何人将图片视频 音频啊网页甚至游戏 任何信息发布到区块链上 利用区块链的不可篡改和记录透明性 成为一份独一无二的数字资产 已经有为数众多的画家呀 音乐人 电影制作人 体育明星 游戏开发者等等 艺术创作者投身于其中了 以实现直接与他们的支持者进行连接 而GameFi是什么呢 就是将去中心化金融产品 以游戏的方式呈现 将DeFi的规则游戏化 将游戏道具衍生品 NFT化 NFT和GameFi只是世界区块链化的第一步尝试 相信随着接下来五到十年的探索 人们将会进入SocialFi 开启元宇宙的篇章 那么最后说说我们到底 离3.0的时代还有多远呢 其实这就必须要谈到 Web 3.0实现图中的一个最期待解决的问题 就是数据储存安全问题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 在2018年Equifax黑客事件当中有1.43亿人的信息被盗 而Facebook谷歌同一年也发生很多数据泄露事件 这里的教训是没有一个系统是真正安全的 一旦开始在中心化的服务器中储存数据 就会产生有人窃取数据的动机 每一个系统都可以被破解 所以呢你肯定在很多地方都看到过IPFS一词 其实呢IPFS呢就是Web 3.0当中原宇宙的底层 储存架架构 我们知道在Web 3.0网络当中一切网络协议都是去中心化的 没有中心化的服务器和权威垄断公司掌握数据信息 而要建构如此庞大的网络结构信息 储存和数据传输的去中心化就是最核心的问题了 那这个时候IPFS也就是星际文件系统应运而生 IPFS全称叫Interplanetary Fill System 是一个点对点文件共享系统 是由Protocolabs创建的开源项目 Protocolabs的愿景呢是创建一个去中心化的Web 3.0 IPFS是未来Web 3.0和元宇宙的底层储存架构 目标就是让数据得到永生 很多人谈到IPFS只是讲到它的去中心化储存 其实IPFS想要做的远不止储存 其目标是取代HTTP称为Web 3.0时代的基础协议 我们从其官网对IPFS定义就可以看到它的雄心 IPFS是一项颠覆性的技术变革 在Web 3.0时代它将会创建一个全新的分布式的网络 随着今年IPFS基地层Failcoin的上线 IPFS的分布式储存结构将在更多场景发挥作用 未来的前景不可估量 好了现在我相信你已经非常了解Web 3.0 以及什么是IPFS了吧 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帮我点赞给我留言 素质三连走起哦 我是萌萌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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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期再见 我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